无论你练不练武 老人小孩都必须要学会倒地的自我保护 看了上个视频之后是不是感觉到触目惊心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学会的倒地动作 后倒 后倒主要是应对 下后摔倒的时候出现的情况 请黄教练做一下示范 后倒主要应对着我们摔倒的时候 不要摔到我们的后脑勺 只要形成一个好的行为习惯就好 例如让黄教练蹲下 我们找一个人轻轻的推你 然后呢我们在倒地的过程中 首要优先于你的背和头着地 因为如果你的背先着地 会震得你内脏喘不上气来 头先着地会震后脑 会造成很大的震动伤害 所以他的一个动作是这样的 我们先慢做 好 然后倒地的时候 头看着自己的肚气眼 下面再来一遍 首先着地 头看着自己眼 对 这样进行训练的话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一旦我们向后倒 它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 或者可以练一定 首先平拍在地上 然后再背头着地 慢慢联系